镜头转回国内 中油前镇厨运所设置在高雄港的空油槽 今天上午10点多疑似是因为天气炎热而爆炸 巨大的声响以及浓烟吓坏了附近的居民 索性是无人伤亡 高雄港务消防队接获报案之后立刻赶网灌旧 果实大约十多分钟就扑灭 中油前镇厨运所指出 爆炸的空油槽平时是厨房润滑油 一个多星期前已经出完货 可能是因为最近天气热 槽内压力变大 再加上槽内有些残留的油品才会爆炸 将会请日本专家协助鉴定原因